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殊妇女情 她们的人生可能都是成功的 但这样的家庭 结局是悲壮的 她们就是陈布雷和她的女儿 陈布雷1890年1到1948年11月 名逊恩 自宴起 以名不雷 她早年做过记者 报纸主编 二十多岁就因为文笔好 而在报纸界名声很大 1935年起 她历任蒋介石是组室主任 傅秘书长等职 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 陈布雷书法 正因为陈布雷文章写得好 他被称为国民党的领袖文端 总裁智囊和国民党第一支笔 抗日战争期间 陈布雷曾为蒋介石写了一篇著名的抗日奇文 其中几句是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地无份南北 年无份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守处抗战之责 且应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记得中学历史教材上 引用过这几句 陈布雷书画陈布雷 失授就是教育长大的文人 他有浓厚的中军思想 因此为蒋介石命令侍从 但陈布雷心里是有是非观的 所以他一直为跟从蒋介石上措而后 1948年底 国民党在大陆大事一举 陈布雷选择了自杀 据说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矛盾的心理而引起 但具体因为是不得而知 陈布雷的旧思想还表现在迷信方面 1919年陈布雷的小女儿陈脸出生 陈脸出生后不久 母亲杨红农品贤 就因产入热去世 陈布雷以为这个女儿客幕 将丧其之痛归于小陈脸 挖在墙堡中的女儿扔出窗外 幸而陈脸命大 被窗外的天鹏接住 当然也许这是陈布雷的意识激动 等他清醒后对大难不死的陈脸格外疼爱 这时的陈布雷也许以为小陈脸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以为他长大后能成大事 随着女儿的长大 他表现出了与陈布雷不同的性格特质 陈布雷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后 只是叹息默认 而陈脸是选择了加入共产党 抗战时国民党退守重庆 陈脸在重庆读了高中 这期间他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 1939年7月陈脸在高中期间 为了追求理想加入了共产党 陈脸高中毕业后即打算去延安 结果被党组织劝阻 要他以大局为重 让他留在父亲陈布雷身边从事地下工作 后来陈脸和他的上线袁永熙相爱了 1947年8月 袁永熙和陈脸在北平完婚 二人不仅是夫妻 也是知己 战友 彼此恩爱 普写了一张战地爱情故事 陈脸袁永熙夫妻陈布雷的女儿 这块招牌为他们夫妻 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但不久 由于叛徒出卖 军统客户知道了 北平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地点 袁永熙引起了客户怀疑 1947年9月 军统客户包围了陈脸夫妇的住房 刚刚度过蜜月的新婚夫妇 双双进了牢房 但军统客户并没有搜出什么直接证据 也没有从他们口中审讯出什么 这就为陈布雷营救女儿创造了条件 陈布雷一向很受蒋介石尊重 在国民党高级官员里 陈布雷赞博名利 布拉帮协派深得蒋介石认同 蒋介石觉得 应该给陈布雷这个面子 在陈布雷的保释下 陈脸夫妻重新获得自由 他俩遵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 继续潜伏在陈布雷身边 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陈脸夫妻新中国城立后 陈脸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 1967年11月19日 陈脸写下一书 跳楼自杀 结束了才48岁的生命 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当出生时候被父亲扔下楼没死 最后还是死于坠楼 他的一生是值得包扬的 他立场坚定 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是了不起的 胡耀邦同志赞美陈脸约家 停叛逆 女中应好 最后 再看看陈布雷自杀的原因 基本都认为他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失去信心 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 才选择了自杀 其实 他确实有一方面是因为家庭选择自杀 但也许他不是因为无法面对这样的家庭才自杀 而是为了成全女儿 让女儿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家庭负担的在理想道路上前进 才自杀吧 如果是这样 那这样的父亲挺伟大的 面丢居宝率 妇女只能存一的时候 她的决则是伟大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